2024開春至今 台股從1月的1萬7千多點 漲到3月中已經摸到2萬點了 你有賺到錢了嗎 有人說股市好 房市中越跟著好 資金行情值得期待 從近4年的證交稅 土增稅 契稅 課徵數額觀察 三折走勢呈現正相關 紛紛創下10年高點 印證所言不假 很多人賺的錢 對於台灣人來說的話 是有土吃有財 特別是大家都希望有一個 能夠安居樂業的一個地方 所以股市好 房市也會好 強勁的資金力道支撐 讓台灣房市 股市共融 其中不乏有人把股市獲利 投入房地產保值 尤其瞄準的是軌道經濟 號稱不敗神話 主要串連三重爐州 五股泰山的五泰輕軌 就成了矚目焦點 目前捷運局正在整合相關的意見 在三月底預計送到中央再來審議 那麼目前地方當然對於五泰輕軌的未來 是非常的期待 準備起跑的五泰輕軌 未來更渴望向南延伸 宇航金量最高的板南線銜接 讓這條捷運未改型轟動 就以目前路線行徑的四大籌劃區來看 近三年的房價漲幅 以五股的周子陽最高 漲了28% 不過平均單價卻是最低 有高速公路通過 未來會有捷運 再加上離相對的 盧州捷運總站也近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周子陽是一個比較容易 好入手的一個選擇 交通生活機能成熟 房價卻相對凹陷的 周子陽重化區 早已吸引不少年輕客群自助 在捷運效應加持下 將要升為燙金潛移區 東安新聞 楊焦晨靜豪 在新北市報道